好端端開在路上 行進路口時 突然一輛白色轎車 不只闖紅燈還高速衝撞過來 強大的撞擊力道 導致遭撞車輛車頭全毀 肇事的車子也噴飛出去 車體翻覆 橫躺在大馬路上 這輛車趕到時現場一片狼藉 車子全都撞成一團 一旁等紅燈的兩輛轎車 也都受到波及 肇事車輛翻覆 不只安全氣囊 爆開 整個車門也嚴重變形 將是想要回到車內拿東西 還得用爬的 車回事故現場 還有不少車體零件散落在地 地面上長長的沙塵痕跡清晰可見 回憶起車禍瞬間 也讓目擊民眾心有餘悸 手一直抖 我們工作的時候都很害怕 因為很害怕 翻覆的車子司機會怎樣 就是會擔心 這起連環車禍發生在八號 晚上七點多 肇事的五十歲協星駕駛 開著白色轎車 行經屏東禮異路與覆封路口時 因為傳紅燈與綠燈 執行的轎車發生對撞 不只自己的車輛 噴飛到對上車道 還波及一旁無辜駕駛 不過也幸好沒有人員傷亡 超市駕駛久後 僥倖上路 久測值高達零點八一 釀成連環車禍 不只賠上性命 還波及無辜車輛 或許賠償恐怕不是少數目 靜新聞黃雲廷 賴景家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